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字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了度化天边无极的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昨天有些道友问他平与平之间的关系 按照我的分析方法来讲是这样问的 问了以后我昨天也是想了想 也是根据郭仁巴和还有其他高僧大德的 有些的科判这些也重新整理一下 平与平之间的关系 最初的我们的大德科判 我今天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 你们还是想记一下也可以 因为摩托仁波切他前面的科判 他把平与平之间没有直接的 把所有的平第一平什么 第二平什么 全部论体当中分的 除了这个也平与平之间 互相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方面没有分的 那么今天我这个分法就参考了 一个是全职果仁巴德讲义 还有全职宗卡巴德的一些讲义 然后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我现在最近找到了一个 在星龙有一个拉库寺 有一个寺院里面以前都不是特别出名的 也是有一个老拉玛 他对《中论》有一个讲义 但这个讲义比较略 反正我参考了一些其他的 然后把有些精华的在这里 大概根据我的理解做了一个大的科判 它这个前面我们《中论》 我分处义和论义 谋义 谋义 分三个方面 这个跟其他一样的 然后处义分提摩 以利 这些跟前面一样的 然后《论义》它中间的《论义》分三个方面 第一是宣说中观见耳顶礼 第二是抉择所宣说中观之间 首先是宣说中观见耳顶礼 然后第二是抉择宣说中观之间 第三是依念恩得耳顶礼 前面 龙猛菩萨这部论师前面也顶礼 后面也顶礼 前面也顶礼释迦牟尼佛 你真的一切说法当中你是第一啊 然后讲了讲 中观见解已经讲了二十七品节 讲完了以后 哎 特别特别感谢释迦牟尼佛 我们有些道友来拜见上师的时候 首先要顶礼 然后临走的时候也要顶礼 谢谢谢谢 然后旁边的另一个人说不能不能 临走的时候不能道理他们藏传佛教是不能顶礼的 谁说是最后不能顶礼 龙猛菩萨都是中观的前面也顶礼了 后面也顶礼了 然后他最初的第一个 第一个分两个方面吧 宣说宗观见解和顶礼宣说者 因为宣说宗观见解前面是不生不灭不成 一不断 不业一不业 不来一不去 这个宣说见解 然后后面能说誓言三面诸习论那个偈颂说者 他第一个分两个方面 然后第二个 刚才那个抉择宗观正见吧 抉择宗观正见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宣说缘起之特法 第一个是宣说缘起之特法 宣说缘起法 第二个是宣说缘起法 第三个 证物缘起的功德 这样刚才抉择宗观正见从三个方面来讲的 确实缘起空性首先知道缘起的特法 缘起空性他自己要讲了缘起空性 证物缘起的功德在三个方面来讲的 第一个宣说缘起的特法也是分三个方面 宣说主要的特法和宣说其他特法断除太过 分在三个方面宣说缘起的主要特法 然后宣说其他的特法断除太过 分在三个方面宣说主要特法分两个 第一个是因缘品 第二个是赖取品 宣说主要特法讲因缘和赖取 这是缘起的主要特法 然后宣说其他特法 缘起的其他特法破法我和破忍我 分应该是五个方面讲的 其他特法分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破法我 第二个破忍我第三个破有始法 然后第四个破世间 第五个破轮回始有 这五个其中第一个破法我 破法我分两个方面 就是破法我的自信和破法我的能力 破法我的能力所理 破法我的能力分两个 然后破法我的自信分三个 破法我的自信分三个 一个是破破除 破云破戒 所以我们前面破除品已经讲完了 然后昨天破云 破乌云品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破六戒 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的科判 我们应该这样了解 所以你们把前面简单地画一个表 然后以后按照我现在立的科判 讲什么样的 讲到哪里 你们自己都可以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讲 刚才破法我自信当中的破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叫做破戒吧 昨天我们前面讲第一个是破六戒品 第二个破乌云品 第三个破六戒品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今天讲观六戒品 也就是说第五品 第五品里面观六戒品 它这个戒的话 一般据摩洛斯翻译成戒 现在我们从四十四页开始讲嘛 这样的话据摩洛斯他翻译成戒 实际上他也叫做戒 我们《十二处乌云十八戒》 讲《俱舍论》里面讲的戒 或者地水火风空和衣食叫六戒 宝马论当中也叫做戒 戒和众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从印度的翻译音声出来 它有执着的意思也有众子的意思 也有众子的 我们《俱舍论》里面也讲了吧 一般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珍宝具足一样的 众生的戒性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 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 戒性不同 戒的话有些是喜欢宗外的 有些是喜欢英明的 所以众生的戒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主要是宣说戒品 或者宣说六种品也可以说宣说六种 六种的话它这里滴水火风空和石 总共有六种间 那么这一品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也是应该分一个刻盘 这个刻盘可能稍微有点细 希望你们也是应该了解一下 因为我主要这次把眼光放在刻盘上面 然后讲的时候以刻盘上分析 其他的话 麦彭仁波切的讲义里面也是字面上讲得比较清楚 赤诚诺诸和音声法师他们都还是 在字面上我觉得是没有一个过不到的 大家只要好好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但刻盘上没有归纳的话 好像所有的颂词基本上是相同一样 分不出颂词与颂词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这次把刻盘上分开 那么刻盘上这样分离当 这一品也同样以理证光说和以矫正总结 分两个方面 跟前面的品一样以理证光说和矫正总结 以理证光说破虚空的法相 理证光说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破虚空的相 然后以此理勒推其他的法 然后核持劣见 核持一些低劣的见解 这个跟弗仁波切科判基本上是相同的 打的首先是破虚空的相 然后以此理勒推其他法 然后核持低劣的见 第一个理证光说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破虚空相也是分三个方面 怎么样破虚空呢 它分三个方面来破的 法相 识相不成立 有识 无识不成立 色语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法相和识相不成立 然后有识无识不成立 还有色语 第一个 刚才破虚空分这三个方面来破的 法相 识相不成立 有识无识不成立 色语分三个方面 然后第一个 法相 识相不成立 识相不成立和法相不成立色语也分三个 刚才法相 识相不成立 首先是识相不成立 然后法相不成立 还有色语分三个方面 识相不成立 法相不成立 色语分三个方面 然后第一个 识相不成立吧 刚才识相不成立 法相不成立 色语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 识相不成立也是分二个 一个是法相无法成立 和以识相不成立 以识相不成立 识相不合理 分这两个 首先是法相不合理也是分两个方面来宣说 法相前 识相不合理 就是法相以前 识相不合理 然后有法相或者无法相则识相不合理 分这两个 法相前识相是不合理的 然后有法相的情况或者无法相的情况都识相不合理 有法相或无法相 识相不合理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刚才无法相前识相不合理也分两个 第一个也分二 一个是识所和识所指的是 无法相前识相不合理 识所和 无识相则法相无益 没有识相的话 法相无益就分两个 刚才第一个分二 就是一个是识所 一个是 无识相则法相无益 无识相的话就是法相没有依靠 记得怎么样 记得快的人应该记下来了是吧 哎呀 记下来的话应该 我们把课范上如果能解决的话 看众论不是特别困难 这样的话 众的意思来讲 刚才我们这一品吧 这一品首先我就开阔地说 本来讲六种戒 六种戒就是地水火风还有虚空和衣食 总共有六种戒 为什么这一品主要讲六种戒呢 他这里说是种嘛 六个种或者六个戒嘛 这六个戒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在这里讲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有些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说是 佛陀告大王 说是所谓的师父具有六种戒 也就是说是地水火风空食 但是真正的佛经里面的 看勤连论师的那个讲义当中 也是前面引用了这个教证 因为顾问他没有双印号 所以说那个地方是教证 那个地方是他的语言分不清楚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真正的教证里面 他是这样大王 所谓的师父具有六种戒 除了这个以外都没有什么 佛经里面的教证就是我们这个师父 师父的话他这里面男生女生都已经包括了 那么所谓的师父是什么呢 就是地水火风空 我们这个也是吧 《宝门论》当中是抉择任务的时候 主要是抉择六戒 这样的话对方有始终认为 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佛经当中 已经亲自宣说了所谓的人所谓的这种师父 这都是地水火风空和衣食 已经讲了六种师父 六种师父的话 那么说明肯定那个戒是存在的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这样认为的时候 我们说这六种戒 只不过释迦牟尼佛是给方便而已的 实际上《宝门》如幻当中是这样成立的 实际上这六种戒是肯定不存在的 所以宣说了这一品 然后宣说这一品的时候 刚才也讲了它主要这里面推理的方式 有两种 一个观察虚空 虚空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佛陀说是六戒 六戒里面其中有一个虚空的戒 那么虚空戒不成立的道理来观察 还有虚空戒如果破的话 要以有时和无时来破的最后色意两个方面来破的 如果把六个戒里面的血空戒已经破完了 其他的地 水 火 风 海 衣食 这几个戒一次来退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大家应该清楚前面无垠里面只有一个色蕴破的 色蕴破了其他的就是来退的 然后前面的六戒里面主要是戒 严根破的 然后严戒和色戒破完其他的戒一次来退 那么这里面的话 它这里并没有用十八戒的角度来破的 本来是云戒 戒 戒里面十八戒都已经居住了 但是它这里是六戒的角度来破的 六戒的角度来破的话 现在虚空戒是通过推理的方式来破完了的话 那么其他的十戒和其他四大戒一次内退就可以破得到 所以首先我们要破虚空戒的时候 它的科判里面刚才也讲了 一个是识相和法相方面来破的 一个是有识和无识方面来破的 然后识相和法相方面来破的话 首先是我们识相不成立 法相不成立 然后它们两个都设议 首先识相不成立的话 它也是识相无法安立 以这个道理法相无法安立两个方面来破的 然后首先我们知道识相是无法成立的话 法相的前面识相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识相没有成立的话 依靠它的法相也无法安立的 主要是这方面来破的 这样的话在这里给大家还是要明示一下 什么叫做识相和法相 虽然我们以前学过有些因明的人 识相和法相的概念也并不是特别陌生 应该清楚的 因为学因明的时候 如果识相和法相之间的差别都分不清楚的话 那没办法下任何定义 什么叫做识相 什么叫做法相呢 在这里我跟大家也简单地讲一下 好像刺识罗主前面也讲了一些 但是总的来讲首先是我们任何一个法 它会有法相也有识相 还有在其他英秘论典里面讲的话 明相这三种相 这三种相来知道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比如说什么叫做法相呢 不管是任何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它自己在它的本体上 与其他不共的一种特点 比如说火的话 火它能燃烧其他的热心 热心就是火的这种法相 所谓的这个法相的话 我们有些书里面说是法相的意思叫做义凡体 义凡体的话就是它的意义上面的不共的特点 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对其他人有不共的 我自己本身方面的一些特点吧 这么多的人当中可能得强制性的只有我一个吧 然后得强制性的还有那个平时脾气不太好的 人比较暴躁的然后有时候写一点翻译的书的 那么这样我跟其他人和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就是它 它由它自己不共的特点说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事相 意义上不是名字上 如果我们说名相的话 我的名字发明是什么 我的书名是什么 这个叫做名相 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火的话 火的名相就是我人们口里面所称呼的这个火 叫做火的名相 然后火的事相 火的法相的话 火的有时候叫法相 有时候叫心相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他的心智上不共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对其他任何一个法没有的特点 这个叫做法相 这个法相相当重要 如果我们法相分不清楚的话 任何一个法意义与意之间的差别分不清楚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不知道的话 跟其他人就是没办法的 瓶子和瓶子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有法相方面的差别 瓶子可以收持水 瓶子的话 它可以盗无量 它可以承住无量 这个是瓶子的不共的特点 人的话 他戒言之意 这就是人的这种法相 所以每一个食物它自己在意义上面 不共存在的这种特征叫做法相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主要破得虚空的法相 那么虚空跟其他任何法不相同的什么呢 它无有阻碍的这个 我们任何法去的话它不会阻碍 容了 好像《清遍论师》译本里面《波罗波罗蜜多语》 它翻译的里面说是用术吧 它可以容了 容术 它可以虚空的这个法相也是可以容了一切 里面装什么都可以 但其他的法相没有这样的 这就是虚空的 不共法 这个叫做法相 然后什么叫做实相呢 实相就是这个法相所表示出来 得出来的这个法 比如说刚才我的强子心算是我的法相 然后具有强子心的认识是谁 就是现在坐在法座上的人这个叫做实相 实相刚才那个无助爱叫做法相 无助爱所表示的所谓的虚空叫做实相 所以虚空本身叫做实相 那么虚空的名称叫做明相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吧 如果我们法相和实相和明相之间的 差别分别清楚的话 可能也要坐几天飞机 就是因为一坐飞机的话 从拉萨的程度都是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要坐两个小时的飞机的话 有时它还是有点累 如果你懂得发现和实相之间的差别的话 不但不用坐飞机而且骑牦牛特别舒服 尤其夏天《华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里面 那天我们去路上有一个喇嘛 骑着一个黑色的牦牛 我们看着它很像是《华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里面 描述的这种喇嘛言 它拿着一个鞭子然后一边缠着这样 所以这样在夏天的草原上 骑着没有牛角的牦牛是多么舒服的 我想应该还是骑着牦牛 坐着飞机的话有时候也是会运车的 运机可以说吧 运车不能说吧 下面我们讲法相与实相还有名相 这三个相之间的差别首先希望你们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叫名相 什么叫实相 什么叫法相 那么这三个相清楚的话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全部翻围在这几个方面 这样的话比如说每一个法它有一个法相 然后虚空也有它的法相 那么虚空的法相是什么呢 刚才也讲了虚空的法相无有阻碍 无有阻碍虚空的法相 火的法相就是燃烧或者吃热它的法相 水的法相就是草食 风的法相动摇 这个我们俱舍论当中前面已经讲了 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任何一个法 它在意义上的法相肯定有的 如果没有这个法相的话这个法是无法整理的 比如说虚空的话虚空它存在的唯一的理由 我们从文字和心里要知道的话 它跟其他法不同 应该就是它的生存唯一的缘由 就是从它法相方面来安立的 如果这个法相没有的话 它生存或者它存在的理由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任何地方 举不出来它的存在 所以法的实相存在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法相 如果没有法相的话它的实相不可能知道的 这样的话虚空实相的时候 你们今天我们破的时候一说实相的时候 经常要知道虚空它本身 因为这个实相给每一个法都可以讨的 比如说我的实相就是我现在的本身这个实相 然后我刚才那个法相 就刚才也讲了性格各方面跟别人不同的这几个法相 所以我如果没有一个性格没有跟别人不同的段 那么我这个人是无法建立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法相和实相应该在这方面来了解 然后我们俊摩罗师他法相有时候说是法相 然后实相他有时候叫做可相 可相也可以说 可相由可相来代替的 那么我们现在刚才科班上师已经讲了 现在法相前面实相如果不合理讲这个 所以首先我们虚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虚空不成立 虚空不成立的话 首先虚空他自己本身的实相和虚空的法相两个 就是我们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以后如果法相不成立 实相不成立 实相不成立 法相不成立 这样一来虚空已经不存在了 虚空不存在的话那都是比较 我看我们所谓人的加合很容易内推的 如果虚空的法相不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师父是仪式 仪式和仪式的法相之间差别观察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认为我们所谓的人是地水火风 那么地的法相是水的法相 然后这个法相和实相之间进行观察 也知道你们为什么要 龙猛菩萨这样推理的目的应该要搞清楚 如果目的没有搞清楚的话 光是广想 实相虚空这样的话没有必要 为什么龙猛菩萨利用虚空和虚空的法相之间 来观察目的就是唯一的虚空不存在 如果虚空不存在的话其他的流戒不存在 流戒不存在的话我们所执著的法我 所谓的法我根本不存在 因为他刚才科判里面也是 我们的法我破的特法就是 就是我们云 云品和戒品和亥出品 这三品主要讲法我的特点吧 所以现在讲空相唯有实则无虚空法 若现有虚空即为实无相 首先第一个空相唯有实空是虚空的意思 虚空他自己的实相没有的时候 我对虚空的法相的意思 虚空的法相刚才无虚碍 那么无虚碍虚空的法相没有的时候 则无虚空法因为法相没有的话 让他所按理的虚空本身也不可能有的 则无虚空法如果虚空无虚碍的 他的不公的特点没有的话 那么虚空他本身不可能成立的 若现有虚空如果有些人说 现那个他的法相都是没有的 但是现有虚空然后有他的法相 这样说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若现有虚空如果现实有虚空的时候 当时虚空无虚碍的法相是不存在的 现实有虚空的话那么极为实无相 那么这个虚空已经成了 他这个极为应成 我们现在藏文的理解的话就是应成的意思 应该成了什么呢应该成了无相的法了 比如说你今天有虚空的 今天有虚空的时候 虚空无虚碍的法相还没有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给他法太过 你这样的虚空已经成了无相的虚空了 无有法相的虚空了 无有法相的虚空有什么过失呢 有很大的过失 任何一个法没有法相的哪里有啊 如果他没有法相的话 那跟其他的法没办法编清楚的 没办法编被开来 这样的话如果你承认虚空是没有法相的话 那么已经成了什么呢 无有法相的法已经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的话呢 没有法相的法怎么样也是根本得不到的 任何一个法不供有他的特点 没有特点的万法任何一个法造不到的 这样的虚空谁也不会造到的 所以这是刚才我说的是证所吧 科判里面的证所证所意思就是说 无法相前实相不成立 实相虚空的意思 实相不合理就是无法相 没有法相前实相不合理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现在是科判里面的第二个就是 无实相则 无法相 什么 法相无业 如果这个实相没有的话 刚才虚空没有嘛 虚空都已经称无法相的法了 如果没有这个法相的话 那么他的法相没有办法依靠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实无相知法 一切除无有 如无相法 法相以和尘 讲这个问题 他这里说 刚才我们说是 如果前面虚空他没有法相的话 已经称了无法相的法了 但是无法相知法 一切除无有 他说 整个世界上我们去寻找的话 没有法相的法根本没有的 任何一个法 它有它的不共的一个特点肯定有的 刚才那个 任何一个法 它有法它的法相 但是没有法相的这个法 在整个三千大城世界上 一切除根本是没有的 十无相知法是没有法相的 任何一个法在一切除 在一切世界当中 在一切环境当中不会有的 若无无相法如果没有 也就是说虚空那样它若无无相法 没有法相的法如果虚空的话 没有不具足法相的法 意思就是说如果虚空 字面上看得到好像如无有相法一样 从两个复顶子夹在一起牵着墾灯一样的 但是藏文也是这样的 汉文也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吧 意思就是说如果具有不存在法相的虚空没有的话 反过来说虚空它没有法相 然后它自己实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它这里面的相 相法指的是实相 如果不具足法相的实相也没有 像虚空的话 无阻碍嘛 无阻碍的这种法相不具足的 实相的虚空它本身也是没有的话 法相一合成 无阻碍的虚空的法相依靠什么而成立的 因为法相和实相相相相关带成立的 有了我的特点 强制性基础也有 如果强制性反过来讲对我而言的话 如果我的层体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的病根本不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咱们说强制性稍微好一点了 所以我今天还是用大胆地说他 所以无相的特点和它之间的差别 应该这样分的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无实相在法相无异 没有这个实相意思就是说 反过来说没有虚空 具有这个法相的虚空不存在的话 那么虚空无阻碍的这个相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一声的话它是法相前面 这个实相前面如果没有法相的话 虚空不成立的话它的法相不成立 这个意思虚空前面有没有这个法相呢 如果你说虚空前面是没有这个法相 如果虚空前面没有法相的话虚空不成立 虚空不成立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法相的法是不可能存在的 虚空不成立的话虚空无碍的法相不成立 所以这两个颂词主要讲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我们刚才不是讲的吧 一个是有法相方面来破的 还有一个有法相或者无法相实相不合理 有法相的情况下也是实相不合理的 无法相的情况下也是实相不合理的 意思就是说虚空以前他有这个法相的话 虚空本身也不合理 以前他没有这个法相的话 那么这个法相来虚空成立是不合理的 现在有法相或者无法相的情况下实相不合理的意思 他这里说有相无相众 相则无所住 离有相无相欲处也不处 他这里说有相和无相当中相是无咒有的 虚空的话他的相是无咒爱 以前有相的话这个法相也不合理的 有相的话没有必要 以前他有法相的话他现在为什么需要有无咒爱的法相 如果需要的话有两个法相了 然后无相的话虚空以前没有无咒爱的法相的话 那么他的相也没有办法安理的 所以有相和无相意思就是说 有法相和无法相的情况下 这个法相是没有所住没有办法安理的意思 在虚空上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有法相没有必要安理的 本身没有法相也无法安理的 所以有法相和无法相的情况两个都不合理 离有相无相那么离开了有相无相 除了第三种情况下在虚空上面可不可以安理法相呢 不合理的这也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观察有法相和无法相 然后实相不合理的意思说虚空有法相的话 他这个法相也没办法安理的 没有法相的话法相也没办法安理的 然后有法相和无法相以外的法相对他来说是没办法安理的 这样的话你所谓的虚空实相哪里都有 跟实女的儿子一模一样的 不管是有法相无法相严重情况来观察的话 你所谓的虚空跟实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我们刚才观察法相无法安理的 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的 然后现在因为法相现在不成立 不管是怎么样虚空的法相无助爱 现在没办法成立的虚空的法相无助爱没有成立的话 虚空本身实相他自己我们现在实相就是虚空他自己 虚空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成立 下面是第二个科判 刚才《实相不成立》里面的第二个 依此了知实相不合理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只有两句 法相无有果可相法也无有 我们通过刚才两种方式来观察吧 就是法相有物和法相前实相有物 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的话这个法相是没有的 现在不管怎么样虚空的法相 虚空先存在然后后面存在也不行的 然后虚空有助爱的法相的情况下 也法相没办法安理的 没有法相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安理的 从两种方面来观察的时候这个法相是不可能成立的 虚空无助爱的法相是不可能成立的 虚空的法相没有成立的话可相法以无 可相法是指的是虚空它本身也叫做《实相》 我们现在翻译的时候叫《实相法》 然后旧摩罗师和以前这些古人说的时候叫《可相法》 但实际上都是一样吧 我们认为《实相》好懂一点 他们说是可相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下面我们染染品的时候也是 他们说是染或可染叫做索染 木材 然后前面我们讲去和去法的时候 我们叫去的行为他们叫去法 所以说古人和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 比广东话还好懂一点 古人如果说话的话根本没办法 广东话和现在我们这里有些人都 还有别的地方有些话都根本不懂我想是法相 他通过各方面来观察的时候 法相根本没办法成立的 如果法相没办法成立的话 依靠他的实相怎么会成立呢 没办法成立的 因此刚才虚空无主爱的法也没有成立的话 那么无主爱是他的特法 没有特法的话虚空本身也没办法成立的意思 这是科判当中的第二个问题 依此了知实相不合理下面刚才第一分到二个里面 现在法相不成立这个也有两句 现在第二个法相不成立 法相不成立有两句可相法无果 法相也无果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反反复复的观察 他的可相法也就是说实相虚空现在已经不成立了 虚空不成立的话反过来说的 他无主爱的法相不成立现在这个类推很容易的 因为前面通过各种方法来 虚空的本身不成立的话可相法 可相法指的是实相吧 虚空它本身 虚空法本身没有的缘故虚空的法相 也就是说他的无主爱怎么会有呢 根本是没有的所以这一句法相不成立的道理 然后下面是舍业 舍业的话法相和实相不成立的舍业 事故今无相也无有可相 所以通过层面的法相不成立 实相不成立 通过两方面的推断 我们经常可以得出什么样的阶段呢 无有法相也无有可相 虚空的话它无主爱的法相根本没办法找到的 虚空无主爱的法相没有找到的话 它自己本身所谓的虚空它本身也没办法找到的 它的特点没有找到的话 那么它自己怎么会是有呢 所以我们得出了什么样的阶段呢 通过各方面的观察虚空它本身根本不存在 因为它发相没有的缘故 因为没有发相的缘故虚空它本身也不可能 虚空本身没有缘故 发相也不可能 它们两个可以互相这样的内推吧 这样的话这以上 我们马方仁波切的科判当中也是这样的 破虚空有两个推理 一个是发相和实相方面来观察 一个是有识和无识方面来观察 第一个虚空的发相和实相方面来观察的推理 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们颂词上大概介绍到这里 下面在讲义上大家过传承议 因为讲义上我觉得比较简单 也不用花那么多的力气给大家读一遍 也基本上应该可以的 下面就是第五吧 观六种品分二就是经部观念和平观念 经部观念如般若经云 第一劫无知心等全是无有逐劫的道理 就是第一劫无知心 佛经里面它这里因为般若经很多 它是有很多数目性的 所以它这里没有光说地劫无知心 随劫无知心 然后这个火劫一直到虚空和实劫无知心 它这样讲的全是无有劫的道理 所以平观念如果对方认为地劫是存在的 地劫等肯定存在的因为他们的法相可以安立的缘故 它的不共的特点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的吧 在《举手论》里面不是说是每一个法有不共它的特点 那么有不共的特点和它的法相的缘故呢 这些法肯定存在的如果没有存在的话 比如说世女儿子的特法和无归毛的特法两个根本不可能安立 所以这个法肯定存在 没有存在的话为什么是佛经当中安立它不共的法相呢 它是这样疑问的 然后为了证明诸戒不存在在宣说本品呢 此品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折破虚戒虚空戒 这个空戒因为六戒当中把这个空戒可能比较柔软吧 所以故意掉出来欺负它我们破它 其他像石戒 火戒这些都有点厉害说不敢惹它 以此理也可破持他法其他的法以空戒破空的道理来破其他 然后合持变之间它这里跟不同的合持变之间 首先第一个折破实相 折破实相然后折破建立法相之理 折破有时无时还总是逼迫成立之意 从四个方面来破空戒 刚才我分的方式可能比还稀一点 这个从大的四个方面来分的 第一个空相无有失则无虚空法若相有虚空极为十无相 如果对方认为包括世尊也说过 大国王十佛菩提迦乐具有六宗戒 对这个宗喀巴大师也引用了 但是清遍论师的诸书当中界限不是很明显的 他这里所谓的十佛菩提迦乐具有六戒 这样讲的这是佛陀说的 佛陀说的话肯定存在不存在的话 佛陀也不可能说诸师父是居足师女儿子 不可能这样说所以这些法肯定存在吧 就这样认为的 并且这是平时很多人都可能讲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没有学的时候 虽然《博日经》里面经常说是这个空那个空 但是好像不对吧这个法还是存在吧 戒还存在吧 地水火风还存在吧 细空存在 细空不存在的话为什么说是细空的特法 他们地水火风空的法相 劫阴 湿润 暖热 还有动摇和无碍你看续空的无碍 今天我们主要是所谓的法相就是这个无碍上 这个无碍两个字不能跑掉 不然的话一天都是抓不到什么终点 所谓的续空的法相就是这个无碍两个字 无有助碍因为现在如果续空没有慈悲心的话 我们根本没办法坐在地上 如果全部是有助碍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呢 但是无碍 有碍方面 米拉日巴和他的法相是辩论的时候 米拉日巴把续空也是变成有碍了 都分别以理正而说明 所以地界等也是存在的他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说是如果法相能够成立 在石像有九尺就能够成立 然而其石像并不能成立 它的续空是并不能成立的 因为能力等同锁利的缘故 你说是虚空肯定是成立的法相存在的话 它的能力就是法相根本不存在 如果你反过来说是它的法相 无之外肯定存在的虚空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用能力等同锁利 所以宗观音程派能力等同锁利应该是唯一的宝剑 这个不管是看任何一个物体全部会看断无益的 能力等同锁利的这个宝剑没有动到的话 好像什么抉择宗观的这种真理又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全部是用比如说虚空存在无碍有的缘故 那么无碍怎么存在呢一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存在的 法相与实相之间的相互观大而存在的 并不是以本体而成立的 以无碍的法相根本不能建立虚空实相存在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虚空的法相无碍成立之前 一切法相建立的实相虚空好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法相没有成立之前的所谓的虚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理由是尚若在法相成立之前 实相虚空存在的话 如果你说法相没有成立之前虚空它本身已经存在的话 则由此之前存在不具备无碍法相的虚空之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就是没有阻碍虚空存在的过失 因为它特法的法相不存在嘛 所以说这个道理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这个世界上虚空它有特法 它特法不存在的这样的虚空可能谁也知不出来 就是让现在很多傲慢性特别强的 一些世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让它 其实有时候都是我这样想 现在这些中观有些移民 移民还更尖锐 移民推的时候 全部是用世间的一些理论来推的时候更尖锐 所以我们一般学佛法的时候 首先是中观和移民基础 有一点智慧的话 中观和移民通达的话 其他的释迦牟尼佛的缘起法和名言的法 真的会生起了很大的信心 我们所谓的念因果存在 万法生意当中是空性 用中观的推理 一切万法都是在生意当中空性 对这个道理生起极大的信心 然后依靠移民的推理的话 对世间的名言 比如说轮回 现在前世后世这些存在的道理也生起非常好的定解 所以我们作为学佛的人 麦彭尔仁波切在《中观众案论》里面也是再三地讲了 第一 不可能缺少移民的证件 第二 不可能缺少总观的证件 如果这两个缺了的话 那么学佛也是老太太念阿弥陀佛肯定很好 有功德 功德肯定有的 但是真正要弘扬佛法和遣除众生心里的一些余安 那就根本没办法的 所以说学习移民和学习宗观是相当重要的 有时候都想现在的世间不承认佛法的这些人面前 特别虽然比如说像我在学院里面辩论的话 可能是最差劲的现在辩论尝试不敢接近 看着有些法相师在那边的时候都是往金堂的门口跑 但是现在世间人的这些人比较的话我还是敢接近他们 因为他们对移民和这些法相方面一点都不懂 然后我们的这种理人给他们辩论的时候很有把握的 其他寺院里面经过训练辩论的这些喇嘛我都不敢接近 但确实是现在世间人智慧一点都是没有的 然后经常都是以自己的傲慢成见诽谤佛法 这样的话非常不合理的我希望我们这里的道友们 也是应该依靠英明和宗观的这种真理智慧来推翻 现在世间当中各种生意当中的一些邪见和世俗当中的邪见 对生意邪见对世俗邪见这些人应该好好与他们辩论 是无相知法一切除无有若无无相法法相以合成 无有法相的世相知法 丝毫也是不可能在何时何地存在 犹如世女的儿子一般 因此如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具法相的所依 世相知法就是刚才那个虚空都没有不具法相的所依 任何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不具法相的所依 像虚空那样的法则其能以法相依靠什么而作它的基础而建立呢 根本无法建立的如果不具足法相的虚空在任何时候也是找不到的 如果所谓虚空找不到的话所谓它的特法的法相 也就是说无助爱这个是以合而安理的 世女的儿子没有的话世女的儿子他的法相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的 那么世女儿子没有法相的缘故他本身找不到 他本身找不到的话那么他的法相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我所全部是变成世女的儿子一样的 只不过众生根本不知道 因此我们有时候一想起这些宗观的道理的时候 众生真的非常可怜的根本不存在的 比如说我的身体本来我们认为是四大合成的 但是四大每一大跟法相和实相两个用宗观力来推散的时候 并不是一种传说 确确实实是现在在我的身体也好我的心也好 我的空界也好我的六界以外我们所谓的人不存在 六界当中以观察虚空的道理来意观察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存在法相也不存在 法相没有的话实现也不存在 所谓比如说我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世女的儿子一样的 今天我很痛苦啊今天我如何如何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世女的儿子很痛苦啊 但是我们因为从道理上稍微理解 不过是还没有证悟还没有证悟的话 只有好好地付空性的妙药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个病完全恢复的时候才显现它的真相 所以通过这些方面不管是抉择任务我还是法不我 我们也应该深深地认识到 所谓虚空观察的方法来完全知道 所谓现在比如说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实际上我根本不存在 我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我们认为所谓的我就是六界组成的 除了六界以外有没有所谓的我呢 这个也是任何科学家也是肯定找不到的 如果六界不存在的话 依靠六界而所按理的我所根本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这些道理应该生起定解是相当重要的 下面我们讲下面的破枝格业有无法相方面 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 你有相无相欲处也不住 如果对方仍然固执极见并创立出法相存在的道理 那么我们可以随即进行观察 你们所建立的法相是根本没有法相的前提下 还是在法相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呢 或者在二次以外的其他的情况下建立的 从三个方面来我们这个玩 如果之前根本不存在的法相 即法相都是不存在 建立法相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已经远离了法相的缘故 我们问他有这个法相还是没有法相 他颂词跟下面的解释可能稍微有点不差别 他颂词里面说是有相无相中相则不可的 下面解释的时候就是无相有相中一样 首先无相的情况下他的法相不成立的意思 那么这种想法是不可能 即使在名言当中也是不存在犹如头角一般 然后在法经已经具比的情况下 就是在有相的情况下 有相的情况下也不能建立法相 因为法相已经成立了就不会再成立 因为并不需要建立两个法相 如果已经存在还需要再次建立的话 那有无穷建立的过失 无论何时以无穷的方式来都不成立法相 并且这样也会导致众多世相等过失 如果很多法相无强的话 那他的世相也是很多了 所以这个方法都是比较简单 你们一观察就可以 然后在法相已经成立 然后法相尚未成立的二者之外 其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建立法相 因为成立与不成立二者先念相为的缘故 所以其二者同时具比的通分 两个都是即使法相具足也是法相不具足 这样的通分物体或者二者皆不具比的情况 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存在的话应该有上面或者有的方式存在 或者无的方式存在除了这个以外 二者无有 二者有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有的 法相无有过 可相也无我 这个我刚才那个法相没有 这个我科盘里面是分开的 它这里面没有分开 可相法无过 想法也复不 如果对方还是固执极见地认为 诶 虽然法相不存在但是实相可相还是存在的 但是任何不具备法相的实相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因为必须在法相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实相才是可以成立的 实相和法相之间首先我们知道的话应该清楚的 如果对方还是认为 你们虽然对建立实相上的法相是进行遮执 但并没有折破法相本身的室友 法相本身刚才无主意它本身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法相还是存在的既然法相已经存在了 它的实相也是肯定存在的 并非如此既然所有的实相存在是不合理的 那么则能以的法相也是不存在的 犹如侍女儿子的姿态一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事故既无相也无有可相一言而彼者 所以的实相不存在因为其不存在的缘故 则能以的法相也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则二则都是不无能存在 后面我看时间过得比较快 我不光说吧 前面问答今天问答不多 第五品第一道题 龙猛菩萨为何宣说此品 以教证说明龙猛菩萨为何宣说此品 然后第二是法相 明相 实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第二道题是法相 明相 实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第三道题 以何种推理破者虚空自行成立 以什么样的推理破虚空自行成立 以何种推理破者虚空自行成立 这是第三道题 以何种推理破者虚空自行成立 然后第四道题 怎样了解法相不成立和实相不成立的两种推理 这个推理还是你要推的话 可能应该要懂得它的意义 我并没有字面上提问题 现在从另一种方式来了解我们破虚空的道理 这样了解法相和实相不成立的两种推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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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